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大家好, 歡迎回來大爆死 大家在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小弟應該已經在日本風流快活著 當然我在飛之前已經拍了一定的內容 確保我飛的時候 都有些東西給大家看 有些東西跟大家一起玩 不過回覆可能就會慢一點 可能我晚上回酒店才慢慢看大家的回覆 請多多體諒 廢話就不說了 今天要跟大家玩的就是 Bandai Deluxe Kamen Rider Santo Core ID Set 01 和 02 Gizu 的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就是它的ID Core 就是插在Desai Adolibar 中間的那顆 不懂怎樣說的那顆東西 今次的賣點就是 Core 會收錄了那個角色的對白 01 就是 Gizu 和 Taiku 混蛋是制 Taiku 02 就是 Buffer 和 Lago Total 就是這四個主要的角色 後面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盒子沒什麼特別的 這兩盒東西都是Premium Bandai 限定的產品 我想香港可能少些人會拍片 所以都決定拍這個給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玩了01 再玩02 開出來原來除了兩個ID Core 之外 亦都有兩張Desai Adolibar 卡 即是他們比賽之前會有張卡 給他們寫有什麼願望 英秀的一張 《 仆街仔 景和》一張 因為英秀贏了這個願望 所以就蓋了一個印 這個就是成為明星的世界 除了這個套給大家看看 它其實都很漂亮 它的金色邊是閃亮亮的 後面有一個燙金的DGP Logo 其實是很漂亮的一張 而且還挺硬的一張 《 仆街仔 景和》 這張就是退場的全部人都復活的世界 開頭過一水就實現不到這個願望 但去到劇情後段 它都叫做強硬用創世女神的力量 即是把所有人都按出來 都可以叫做勉強實現到這個願望 好 其實每個Sandor ID Core 有15句對白加1句變身聲效 有點有趣的 它其實整塊都頗厚 比平時的ID Core 待會再和大家對比一下 它教大家拆開的時候 是一定要按住這個位置 按住這個位置就很容易拆 如果不是按住這個位置 怎樣拆都拆不到 有一個小小的竅門 我們現在聽聽有什麼聲音 好 來了 它是浮世英手 Star of Star of Stars 它說得全靠你 這個按鈕其實是這裡的 這樣按下去 只要不放棄就可以改變世界 這個世界結束了 我們再創造新的 大家留意一下 這東西只有聲音 沒有任何燈效 我們繼續試試 哦 明言 這個2點時間 第8句 第9句 之後呢 這句是狐狸一向都騙人的 從以前開始已經是這樣 好 再來 11 過了 然後呢 接著呢 然後呢 提醒了 居然的世界 都被惡神 希望的想和人家快些 只要不放棄理想 總有一天會實現理想的世界 嗯 這個有什麼意思 這句話 最後呢? 想不到我都被人騙鬼了 最後一句 除了15句對白之外 還有一個功能 就叫做變身 Voice 我們長按這個按鈕 長按3秒以上 接著繼續按 接著繼續長按 就會回到第一句 我是浮世英殺 什麼 Star of Star 那句對白 這樣回到回來之後 短按就會變回第二句 OK 就是這樣了 現在就和大家對比一下 普通的ID Core 和這個Sandor ID Core 究竟有什麼不同 正面望就是這樣 其實要這個角度 才看到有什麼不同 是厚了很多 高了一級 不過 大家可能會以為 塞不塞到這條 Desaiya Doraibar 當然是沒有問題 這隻色很困難 對焦不知道什麼事 現在我們就塞這個Sandor ID Core 不如順便試試長按吧 這個Sandor ID Core 確實是可以插進去 不過會有兩個問題 我們試試一下 我隨便插一個Bucco 進去 正常插了Bucco 進去之後 中間的ID Core 會透光 但是因為它太吵了 但是因為它有很多chips 那些電 變相它不能夠透光 所以變相你用任何Bucco 都不會有中間的燈效 看到 另一個問題 就是Sandor ID Core 實在太厚了 大家會看到有一級 這樣凸出來 變相有些Bucco 是用不到的 我們試試這個 我們先... 我們先試試塞這個Mark Line 它是... 塞都塞不到進去 剛剛好這個東西就頂住了ID Core 這樣是不可以對應所有的Bucco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當然你說你不是用那些Mark 3 Laser Boost Mark 9 那些 其實用普通這些Bucco 都沒有問題 試試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就聽一下警和 仆街仔警和的15句對白 不過現在聽到15句對白 很噁心 因為它還是白痴 就是警和的聲音 噁心 好 來了 我是警和仔 大家多多指教 其實都算大聲的 我覺得 好開頭 好開頭 差不多第一集 那些對白 見公的那些垃圾對白 聲音還多幼稚 多噁心 我是狸貓 好 要死起生命戰鬥 是不可能的 哦 拿了一個Bucco 的時候 那句對白 幸運 因為Tycoon 有這個自大能力 其實是會 幸運值上升 所以他經常撿到好東西 好 第九句 哦 要維護世界和平 都不是這麼簡單 好 繼續 即使是這樣的 我 都有些應該要做的事 對此是這樣的 說他的願望 我的願望是 亞洲退場的人 全部復活的世界 做就做吧 幫退場的人復活 試完十五句對白 就聽一下他的變身 voice 都是一樣 長感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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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這樣 景和的Sandor ID Core 就是這樣 到下一盒 跟第一盒一樣 有兩張 Decided card 這個道場的寫什麼 道場的願望 就是亞得到 擊敗全部拉打的能力 其實他都做到 無傷那一段 他就已經得到了 對了 對了 離陰的願望 離陰的願望 就是亞想得到 真正的愛 其實離陰的願望 其實離陰也已經達成了 對了 其實除了英壽那個 真正是 done 之外 其他的人 都是用一些不同的手段 或者有些不同的 祭遇之下 是得到他們 心目中的願望 好 我們先嘗嘗 Buffer 先嘗嘗 來 聽聽 道場 我就是 CAMMAN RIDER Buffer 其實聲音 除了大聲之外 都很清 中二餅 打下全部的蒙面超人 全部蒙面超人 都是我的敵人 好難中二餅 就是不打低某一個人 就不能夠實現理想的世界 為了贏 都是要不責手段 這就是我的方法 好 下一句 哦 勇氣和無謀 什麼都無所謂 我是不會輸的 贏的一定是我 之後就會得到 打低全部拉打的力量 真的很喜歡病 這也是 開頭那段 時期 的道場 好 聽完他的變身聲 不是很慣到 到場 聲音 很斯文 其實我覺得這套 他們錄的聲效 都有點斯文了 的感覺 接著就到 Lago的 Sando ID Core 其實Lago 是有點優待 一會兒告訴大家 就是 除了那15句對白之外 還有一些 特別的東西 一會兒都會試給大家看 好 我們來了 自我介紹 好猛 假裝貓叫 這個有點正 我是安馬尼音 今天我會離家出走 我是蒙面超人 是不是什麼 願望都可以實現 會跟這個 命中注定的人 出會的世界 談戀愛一直都是要 賭上性命 那是神經病的 談什麼戀愛 好猛 就是她那的願望 他不會放棄呀 是為了實現我的願望 不戰鬥就改變不了世界 這很龍奇的對白 最后一句 必杀的melody 这个很棒 他是用了melody的buckle 的对白 接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 之前的三个变身声都是一种 但是可能是女主角 有些优待 有两种变身声 我们先试第一种 长按 就这样 我们再长按一下 有一个不同的变身对白 就是这样 所有声效都试试给大家 这两盒每盒成为204元 即是说平均都要102元 一粒加一张卡 来这样计算 老实实说 这两盒我觉得实在太过粉丝香了 以及收录的对白都不是最更新的 可能他之后会有什么memoriaru 的buckle 还是有条memoriaru 的腰带 可能会再多些对白 因为一人才只有十几句 真的收录的对白偏向头断 所以好像玩下去就差一点 以及刚才一直玩都跟大家说 因为ID Core 厚了 特别是Gizr 会有些buckle是用不到的 Tycoon Tycoon 我想之后都用不到 武神Sodo 的buckle 这些特别的buckle 完全不对应 另外也套不到灯效出来 变相这四粒的东西 好像感觉很鸡辣 嗯... 有点奇怪 他之后还要出第三套 有搭攀 挺他的肺 其实我想要Panku Zaku 但又很不想要搭攀那条 他也有15个对白 黏了线 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 除非你是很喜欢Gizr 如果不是 都好像没什么入手的价值 就是这样 好 今集到这里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是这样 拜拜